在2009年生下起,爱情公寓里那些时而搞笑,时而浪漫,时而感人的故事,为观众带来了无数欢乐。 记得爱情公寓五播出时,有一句话刷了屏,十年前陪你追剧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诚然时光悠悠,十二年过去了,不仅观众长大了,剧中的主演们也早已无视人非,曾经红极一时的他们,现在发展得如何呢? 这里是下谈雨子香,今天我们就要一起看一下爱情公寓的主演们如今何在吧? 2009年,刚从上戏毕业的陈鹤幸运地遇到了曾小贤这个角色,于是又怂恿前有萌的曾小贤就这样横空出世了,夸张逗趣的表情动作让他成为剧中人气最高的角色之一,此后他也奠定了自己的喜剧路线。 在2014年之前,即使陈鹤演了许多作品,但观众看到他依然只会想起曾小贤。 直到那年跑南开播,陈鹤这个名字才真正为观众所熟知。 和争论他的事业再盘高峰之时,陈鹤却上演了一处狗血剧情。 原本他与妻子许庆从校服到婚纱的感情令无数观众赞叹。 但就在结婚两年后,陈鹤却出轨张子轩,并在离婚后迅速与张子轩再婚。 那时陈鹤好男人人设的反噬来得极其猛烈,无数观众对他口出笔伐。 可神奇的是,这件事并未对陈鹤造成太大影响。 此后几年,他照常登上综艺也不缺戏牌,更是在新年摇身一变,成了50亿电影《你好李幻英》的男主角。 陈鹤的洗白之路或许会成为娱乐圣里的校科书。 原谅他是上帝的事情,我的任务。 就是送他去见上帝。 剧中的胡怡飞怼人一流,也蛮彪悍。 而当年十九岁的楼一霄掩护了胡怡飞这个学霸玉姐。 后来,当他的人气达到巅峰,他却并不着急拍戏。 楼一霞深知,他需要打破每一遇玉姐的标签,因此每一部戏他都认真看过,然后再决定接拍与否。 可惜后来几年的作品不闻不火,所以在大部分人眼里,楼一霞仍旧是曾经的胡怡飞,但他也并不会因此气馁。 因为他觉得,塑造出影响一代人青春的角色已经是他的荣幸。 此外,他也会从其他方面展示自身才华。 五菱大会上的他化身黑天鹅,胡子又没动人。 当时春晚上的他,以小品快递小桥告诉观众他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后来他还站到了跨界歌王的舞台上,让无数观众惊叹。 原来楼一霞唱歌这么好听。 近两年,楼一霞鲜少有作品问世,但他不断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也保持着拍完一部戏就到喜欢的地方去旅行的习惯。 正如胡怡飞的名言,霸气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楼一霞也只是过着他自己自在的生活。 《爱情公寓》中还有一颗演艺界燃燃生起的心形。 他就是拥有独门绝学唐氏表演法则的小姨妈唐悠悠。 虽然这个角色知道第二部才来到《爱情公寓》,但演员邓家家却凭借自身不俗的演技以及喜剧天赋瞬间吸引了观众注意。 通劳于笑遇到的问题一样,随后几年时间里,观众只知小姨妈,而不认识邓家家这位演员。 不过他却凭借实力一次又一次详识来到观众眼前。 《全民目击》中,观众第一次认识到邓家家真正的演技, 他也借此成为了80后唯一一位荆棘百花双量女配。 后来邓家家在网剧《无证之最终》中的表演再次好评如潮。 他饰演的女主角朱慧如充满忧郁与无助,尤其是被绑架的戏份, 绿绿被评为演技巧克戍书。 他的挣扎,痛苦,恐惧,每一个眼神都直击人心。 自此,邓家家彻底颠覆了他在观众心中的搞笑形象。 2019年,他由凭借《大明风华》中端庄的胡善祥一绝提名白玉兰醉瞎女配。 也是这一年,邓家家结束了八年的婚姻。 不过他的演艺之路仍未结束,他依然会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 陈美佳是爱情公寓中最为古灵精怪,活泼可爱的存在。 他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每次背诵称发口血表的时候,总能令观众笑得不能自喜。 而他的扮演者李清明也因此获得了超高人气。 实际上,这部剧中有许多反差出演的血色, 而李清明却是唯一一个本色出演的。 从小时候起,李清明就是家里幸福的小公主, 后来因为对艺术的热爱,努力考上了上期。 大学里的他,就是出了名的又傻又可爱。 但可惜的是,李清明在美加之后, 虽然拍过许多作品,但一直没有掀起水花。 如今的李清明开始了直播带货, 让没嘴甜的他常常在直播间与观众见面, 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为一个好选择。 李子乔被誉为爱情公寓里最不靠谱的男人, 他是风流倜傥,四处流行的花花公子。 那些年,谁没有被李子乔一本正经的样子忽悠过呢? 不过子乔的扮演者孙艺周可是一个真正的痴情人, 他和初恋曹小文相爱19年,一直零绯闻。 即使爆红之后,他也一直保持着初心。 只是可惜,在爱情公寓之后, 孙艺周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的路, 他没有利用人气沉浸于偶像剧, 而是踏实对待每一部作品与每一档增益。 虽然如今的孙艺周人气不在, 但他和李子乔一样生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拥有小龙虾过敏体质的张伟, 是爱情公寓里过得最坎坷的人。 不过即使贫贫水腻, 张伟仍旧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太过深入人心, 他的扮演者李嘉航成了长在观众笑点上的男人。 出道以来, 他本可以凭借颜值走偶像之路。 当初, 《新环珠格格》里帅气如爱的尔康就是他出演的, 但他一直脚踏实地地用实力证明自己。 多年来, 他出演了小使得里《多心幽默》的《颜鹏》, 《外客风云》里开朗幽默的《陈绍聪》, 还有《百炼成钢》里悲愤的《险星海》, 如今更是凭借乔家儿女中的其未名一节收获观众好评, 李嘉航终有一天会彻底撕掉自己身上的喜剧人标签。 滥用成语的日本漫画家《光谷神奇》一直是剧中一道神奇的风景线, 而他一言不合就切负自尽的场面甚至能剪出一个合集。 与其他主演都是以信任身份出演这部剧不同, 光谷的饰演者王淳君早在17岁就当过男主, 大学期间还曾设立话剧和音乐剧, 而王淳君也曾经是朱烟里争议最大的一位。 2016年,王嘉伟的电影《百度人》上映之后评分不好, 王淳君却在此时对该电影表达了负命看法, 因此向自己退入舆论漩涡, 看上一句话得罪了半个娱乐圈。 在那之后, 王淳君整整11个月没有任何工作邀约, 知道电影《我不是药神》, 他才回归观众视野。 王淳君演活了一个身患节症的病人, 尤其是其中一场吃戏, 让他直接奉神。 有观众甚至评价支持他可以享誉一生的角色。 生活中总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爱情公寓里同样有一个智商超高的天才, 他就是陆展伯。 剧场的他,智商高请商低, 他的终身大事让胡一飞操碎了心。 演员金世佳也同样被这个角色限制了多年, 但他和别人不一样的是, 在刚刚爆火之时, 金世佳依然选择去日本深造, 经过数年磨砺, 但他终于雪橙归来, 他成了一个勺子里的流浪汉, 虽然稀粉不多, 但他抛开了自己所有的包袱, 这个角色也成了电影里亮眼的一笔。 后来金世佳参加了《我就是演员》, 凭借一场与众抓狂的表演, 让金世佳演气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 如今电影扫黑决战成为五一的飞马, 而金世佳将一个凶暴残忍的反派人物刻画得入目三分, 直立派演员金世佳未来可惜。 诺兰曾被称为直男杀手, 剧中她是业务能力很好的电台女主播, 也是后来曾小贤的电台搭档, 演员刘萌萌也是自这个角色之后才在娱乐圈里展露头角, 虽然没有再曾演过《爱情公寓》这样的热剧, 但也算得上是《夕月不断》, 寂寞空庭春雨晚里, 她是新折库姑姑玉珠, 孤芳不自赏里, 她是我妹多情武功高强的艳势三娘, 如今正在拍摄《陈相如歇》, 她饰演剧中降臣一绝, 另外刘萌萌与白宇在《屌丝日记》一剧中相识, 后来两人便走到了一起, 直到白宇在2018年走红之后, 两人的恋情才迎来曝光, 而她们至今仍是圈内最低调的模范情侣, 相信所有观众都对《秦宇默》这个角色难以忘怀, 虽然只参与了一季的拍摄, 但那个窈窕美艳的都市女郎一度被认为是《爱情公寓》的颜值担当,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饰演她的演员叫做赵文奇, 其实在拍完《爱情公寓》不久后, 赵文奇就选择了去美国留学深造, 因为她觉得, 一个女演员如果不充实自己就会被当作花瓶, 而《爱情公寓》大火的时候, 虽然有人找她回来拍戏, 但当时的她不想放弃学业, 直到回国, 她却错过了发展的最好时期, 慢慢变得沉寂, 因此有许多观众以为情与莫退圈了, 但实际上她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此外在留学期间, 赵文奇曾与一位海外导演举行了婚礼, 但两人没有走到最后, 如今34岁的赵文奇美貌依旧, 也希望她还有机会再被观众看到, 《爱情公寓》中的林婉瑜, 是一位出逃体验生活的亲近大小姐, 爱与展播一度让观众催婚多年, 可演员赵琪在当年参演《爱情公寓》之后, 一度被人恶意中伤, 那时铺天盖地的不堪言论向她涌去, 因此赵琪在2015年就淡出了娱乐圈, 很少更新作品, 也很少发布动态, 好在时间抹平了她的伤痕, 前几年开始, 赵琪会偶尔分享日常, 也官宣了自己的恋情, 如今的她十分幸福, 也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不知不觉中, 《爱情公寓》陪伴观众走过了12年, 这部剧陪着我们长大, 也教会我们告别的意义, 无论是建盟的曾小贤, 霸气的胡玉飞, 还是化身为吕小布的紫乔, 又或是吃完小龙虾变成香肠嘴的张伟, 还有小姨妈,美嘉,关谷, 这些角色都会成为我们念念不忘的珍贵奇艺, 下面箱们, 你们曾经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将此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